有很多人看到一些今天的新聞 首先是我跟小齊軒 也的確認識了 五六年了 也的確在我出來之後 就是2022年出來之後 有了比較多的交集 是的 沒錯 是啦 我是喜歡他沒錯 但是以前一直沒有敢追他 一直沒敢 因為畢竟有一個暗子卡在身上 所以不敢 也真的不想拖累別人 但是在今年我們的確是在一起 為什麼從害怕拖累別人 到了現在又回到在一起 我想這個原因一時三刻 我是無法解釋的 我是解釋不完的 也許他以後在我的社群上面 用文字來來告訴大家 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故事比較 比較 怎麼說 我不知道怎麼定義 但是我們的故事的確是蠻耐人尋味的 的確是蠻精彩的一個愛情故事 這樣就是 就是客服的萬難 終於就是真的在一起了這樣 然後看到剛剛看到有人說我有錢 不好意思我真的沒多少錢 他要找有錢的 可能可以找到從台中排到台北吧 所以我真的沒多少錢 OK 要有錢的話他有更好的選擇 那 就是 反正關於這個真正在一起的這個理由 從拖累變成不怕拖累 你們再去問小七 那新聞的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正 其實都是多餘的 就 只有我們的感情是真的 OK 那而我想真正要表達的是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他有多麼的勇敢 多麼的偉大 也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女生 就是 我想在他這個位置根本也不需要 去承受這些 無論是社會上的輿論的壓力 無論是被人家放大檢視 為什麼你跟一個毒販在一起 加上 為什麼你要等他兩年的這段痛苦 對吧 所以 就已經明知道我有個案子在身 我的社會風評也不是多麼的好聽 還是義無反顧的 我們就頭洗下去了這樣 就洗到現在 這麼漂亮的一個阿妹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根本沒有必要去承受這些啦 真的沒有必要去承受這些啦 如果聊天室你們想追他 也可以去追追看 那就看追不追得到嘛 對不對 至少 在我眼裡 那是完美的 OK這樣就夠了好不好 就是人生當中能夠 找到一個能夠彼此理解 彼此認 就是彼此認定的一個夥伴 其實 也沒那麼容易 就是也很幸運啦 就是我找到了 他找到了這樣 雖然我你們看起來我怪怪的啦 我現在還理了個拼頭 那明天就要去蹲 還是講是五四三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啦 那你說未來能不能結婚 那後話嗎 以後再說 出來再說 因為我現在狀態是不能結婚的 OK 首先你們要搞清楚 不是現在要在一起 然後現在就可以結婚 你們要想像我等於外勞 對不對 你們要取一個外勞 那個外勞也要回去拿通訊 那個單身證明啦 對不對 那我現在限制出境 所以也沒辦法結婚 所以不存在那些 綁架的問題 OK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只能說他很辛苦啦 就是 我想如果是我站在他的位置 也未必能夠做到跟他一樣 於是